洛杉矶世界日报的读者朋友们 U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Anthem蓝十字健保公司主办 世界日报承办的红蓝卡游奖挣达活动 那么目前啊 美国每天有1万人进入65岁 为了服务这个世代 以及服务即将进入这个世代的民众 Anthem蓝十字公司和世界日报 共同推出了此次活动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举办期 目前共有1546人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共有总奖金额3000元的100个奖项 将会给到幸运的中奖人手中 其中包括25块钱的礼金卡80名 50元的礼金卡20名 那么抽中者呢 可以自由地选择要Visa Master或者American Express的卡 也可以选择要电子里卡 或者邮寄里卡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邀请洛杉矶世界日报社社长于芷琴 总经理李明斌 为大家抽出这100位幸运观众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来到Anthem蓝十字主办 世界日报承办的红蓝卡 有奖真达抽奖活动 今天非常感谢 有1546位的读者跟用户 来信参加这个活动 那其中有631位是用纸本 有915位是用线上 待会儿呢 我们就会抽出合计100个奖项 共3000元的奖金 重奖的朋友呢 你可以选择用Visa Master 还有American Express 这三种方式来对奖 估计呢 大概在耶旦节前夕 就可以寄到您的手上 这样一个抽奖的活动 可以让您在 欢乐的耶旦节前夕 可以有一份 实用又好用的礼物 那这次的活动呢 是由Anson蓝十字主办 世界日报承办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 这样一个活动呢 主要是在美国呢 是已经是一个高龄化社会 目前65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 已经达到16.63% 超过联合国定义的 就是14%的 这个高龄化社会的定义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是进展非常快的 为了要照顾 协助这一个族群 世代的需求 所以呢 联邦政府有提供了 联邦医疗保险辅助计划 那我们也 就是Anson蓝十字呢 也特别支持 赞助了这样一个活动 透过 简单的有讲真答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更注意 红蓝卡的相关资讯 这次的活动 要特别感谢 Anson蓝十字的协助 跟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这个 Anson蓝十字的副总裁 Martina Lee的协助 所以呢 我们才会有这样子一个 非常好的跟大家互动的机会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奖 这个是50元的奖项 第一位中奖的是 他的电话号码后四码是 6378 Lust name L-U-Ru 恭喜您 接下来抽出第二位 这一位的后四码是 0030 0030 他的last name是J-I-A-N-G J-I-A-N-G 恭喜您 最后一位 好 这一位是 last name是S-I-N S-I-N 电话号码后四码 0119 恭喜这十位读者用户 你们会得到50元的礼卡 那另外十位的 另外十位的50元礼卡 我们待会会以 电脑随机抽出的方式来进行 谢谢大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抽25元面额的礼卡 总共有40个 这个名额非常多 那预祝大家这个欣赏事成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抽奖 第一位读者是 last name是C-H-O-W 电话号码默示码是 9999 9999 第二位朋友 last name是C-H-A-N-G 电话号码默示码是 8126 8126 第三位朋友是 叫做韩索眼 韩索眼 电话号码默示码是2989 2989 好那恭喜以上这40位的这个得奖的朋友 那这是这40位是25元的这个礼卡 那剩下还有40个25元礼卡 我们待会会用电脑随机抽出 会电脑随机抽出 谢谢大家 恭喜这40位的得奖朋友 谢谢 感谢 感谢余社长和李总经理为大家揭晓这幸运的100位观众 也感谢Anthem蓝十字健保公司主办这次游奖 争达活动为大家在圣诞节前献上了一份问候和一份礼物 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否幸运中奖了呢 这100位获奖人将会在圣诞节前根据你选择的方式收到礼卡 想要对奖的朋友们可以花五毛钱购买一份今天也就是五日的世界日报 或者留意我们的世界新闻网 亦或者留意我们的APP Mobile电子报来找出最终的获奖名单 看一看也对一对您是否有中奖 感谢各位读者观众关注洛杉矶世界日报 也关注我们的YouTube主页You视频平台 点赞加关注我们将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视频 每天与您相伴 那非常感谢以上就是今天游奖争达抽奖活动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